好 那么LG呢 这一回不只推出手机 还推出了一系列的配件 可以直接进入拍照模式的保护套 另外呢 还有衣领设计的蓝牙耳机 还有自动伸缩的耳机线 这次和G3手机一起推出的 还有这个圆形的手机保护套 我现在轻点萤幕两下之后呢 不只是可以看时间之外 进去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的六大主题 不只是可以直接打电话 还有传简讯 甚至是直接按下镜头 马上就可以拍照了 不用翻开手机套 还是可以完成六大功能 G3这回推出的手机保护套 就是要和HTC的M8 炫彩保护套一较高下 我只要点两下就可以看时间跟天气 那它在使用上就会比较省电 G3的保护套的话 它是直接在一个荧幕上面提供 比如说音乐 天气 时间 或者是说讯息 使用上是虽然比较耗电 但是它可以拍照 还有这个蓝牙耳机呢 我现在把它套在我的脖子上面 然后呢 拉出耳机线 戴在耳朵上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我右边的这个按钮呢 是按下去之后直接播放音乐 而我左边这个按钮按下去之后 就可以直接拨打电话 不过最重要的地方呢 是我现在这个耳机线呢 只要按下去就会自动收起来咯 不让HTC专美与前LG和知名耳机品牌 Harmon Kardon合作 打破单边的蓝牙耳机外形 采用伊领式设计 来电时还有语音自动讲出来电者姓名 可以长达17个小时电力不断断 换上专属的手机无线充电背盖 放在通过Qi通用规格的充电座 不用插上USB插头就可以开始充电 底座甚至可以折叠随身携带 LG发表一系列的配件 从手机保护套到蓝牙耳机 不难看出就是要为6月即将发表的 穿戴装置G-Watch先暖身做准备 三选许一丛李轩在新加坡采访报道